你如何? 别担心 你会不会知道你到那里 那你没事 对人生的某个特定关头时 都有说不清的烦恼 或许是步入新阶段的恐惧 或许是告别旧时光的不安 但我相信等到春暖花开之时 再坚固的冰雪也终将消融 我们也一定能顺利迈进自己的新阶段 告别那些曾经牢固的惶恐与不安 一起来欣赏这部电影霍拉一家 爱美的霍拉太太是霍拉一家的女主人 她像往常一样打扮着自己 也像往常一样被冒失的大儿子打断 已近中年的大儿子荣恩 依旧和父母住在一起 想不到卫生间的她处事随性 总是让父母又气又笑 今天也是如此 急于如此的她开始创造起自己的卫生间 和当这次的盲撞被父亲撞见时 一声闷响从楼上传过来 霍拉一家往常的日子再也无法继续了 父子二人赶上楼去 只看见了摔倒在地的母亲 老爸还以为爱人是在开玩笑 平时冒失的儿子却已察觉到了不对 果然母亲沙利已经爬不起来了 意识到要叫救护车的老爸 这是在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笑不出来的不仅是家中的父子二人 远在纽约从事漫画创作的小儿子约翰 也在这时犯了难 面对手头的创作 他已是江郎才进 女友雷贝卡的身孕 也让他喜忧参半 未来的事业和家庭让他倍感压力 他甚至还没有向雷贝卡求婚 尽管约翰总是在电话里敷衍着女友 但雷贝卡十分关心他的漫画家 他直接来到了约翰的办公桌前 手足无措的约翰望着自己的爱人 得知了母亲患病住院的消息 可能因为总卡在某一个关头 约翰已经很久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乡了 陌生而又熟悉的街道一幕幕闪过 童年和家庭的回忆被一阵阵唤起 望着三三缆缆的少年们 约翰也想起了离家前的自己 走进冰房的约翰挤出一抹微笑 如果不是冰中的母亲 一家人或许真的能其乐融融地拒一拒 母亲察觉住了小儿子身上的烟味 她一边提醒约翰戒烟 还告诉小儿子 你高中时的前女友官已经结婚生子 她的丈夫正是我们这一床的值班护士 木讷的约翰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一旁的父亲便惊呼 自己从来都不知道小儿子当年的恋经 大哥荣恩干脆吐槽起 从不关心孩子的老爸 但父亲是一个敏感脆弱的人 顿感委屈的他竟然和荣恩扭打了起来 还好医生及时出现 结束了这混乱的上面 母亲因为脑瘤的影响 身体早已出现了多处异样 她要尽快接受开炉手术 这颗肿瘤已经存在超过十年了 但直到经过了医生的讲解后 父亲才发现自己一直忽略了爱人患癌的征兆 大梦出行的他坐在椅子上自责起来 身边的荣恩也不可置信地望着父亲 父子俩的嫌妻显而易见 但刚刚回家的约翰 还是对父兄的冲突疑惑不解 在回家的路上 大哥对弟弟大吐苦水 自己只是提及了父亲糟糕的财产状况 就被父亲从家族公司里开除 但荣恩至今还为父亲保守着 公司濒临破产的秘密 毕竟他们都不想让母亲担心 可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实在是个大问题 说罢 荣恩突然停车 偷摸着拿出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望远镜 仔细观察起了路旁的一幢房子 这是荣恩前妻史戴希和两位女儿的家 她此刻的行为其实非常矛盾 因为荣恩自己 还是当初那个不断要求离婚的人 可如今的她 却又难以割舍自己的前妻和女儿们 三番五次的停车偷窥 早已引起了史戴希的不快 她已经和本地的青年牧师丹开始了新生活 也许是从史戴希那打过了预防针 丹时不时地注意着窗外的动静 恰好抓住了停在路边的兄弟俩 心虚的大哥当即调整座位躲了下去 却留下弟弟在故障的附加上尴尬不已 丹只想告诉荣恩 别再这样窥探别人的生活了 自知理亏的荣恩恼羞成怒 撂下一句狠话就准备发车走人 可发动机却在此时熄了火 他只好和丹相识一笑 让这位牧师修好了他的汽车 顺利回到家的兄弟二人心事重重 约翰惊讶于现在同父母住在一起的大哥 也对着他阔别许久的房间发出了感慨 屋里摆放着他离家前获得的奖项 墙上更是贴着自己为前女友画下的肖像 百感焦急的约翰解开了自己的行囊 发现怀孕的雷贝卡还为他烧上了信 虽然自立行间都是满满的爱意 可眼下的约翰却实在有些负担不起 第二天一早 他来到病房接替彻翼守护的父亲 以家族公司的缘由 治开伤心的老爸后 约翰终于有了和母亲单独相处的机会 他知道母亲爱置冰淇淋 也知道妈妈只是假装没醒 更明白母亲只是想让老爸多休息会儿 毕竟沙利才是家中管账的人 他早就知道爱人的公司濒临破产了 但出于对家人的尊重和保护 沙利一直没有点破 毕竟这位老父亲已经在床边哭了一夜 可还没等二人多叙叙旧 神清兮兮的护士就闯了进来 他先是没收了病人不是一吃的甜品 紧接着又挖苦级约翰来 看来这位护士就是前任的丈夫了 约翰跟着眼前的冤家来到了走廊 才明白对方只是担心自己回乡后对官有所图谋 他严明自己将为人妇不会干涉其他人的婚姻 故事这才逐渐放下心来 向约翰交代实情 原来官室托丈夫邀请他明晚过来聚餐 而与此同时 赶忙到达公司的老爸 也从唯一留下干活的姐姐口中听到了实情 由于公司已经欠薪超过两周 其他员工都脱病请辞了 在得知今天终于有了一批订单后 父亲拿出了自己早已被刷爆的信用卡 希望能补发大家的薪水 但卡里其实早就刷不出一分钱来 即便是亲自去银行申请 他也接不到一分钱了 走投无路的老爸 默默把车开到了超市的门口 不管是过去热火朝天的工作 还是眼下他卧床不起的爱人 年迈的他都希望一切能美好如初 而年前的约翰 此时则正为未来而烦恼着 他已经回到了病房内陪伴母亲 并表示自己的工作并不顺利 他没有足够的艺术天分来支撑创作 但沙利早就从雷贝卡那儿听说 儿子其实可以直接找人出版自己的作品 他很喜欢这个准儿媳 因为雷贝卡是个会关注他人的人 男人就是需要被盯着 说吧 母亲回忆起了自己年轻时的种种 刚结识爱人的时候 他每天都会提早准备 接约翰的父亲下班 其实孩子们的爸爸从那时起 就是个容易忽略别人的人 他从没想过沙利为何总能准时接上他 那时的沙利总会提前坐到爱人公司旁边的剧院里 望着穷顶上内盏璀散的水晶灯 他总是赞叹不已 年轻时的母亲也有过从事创意工作的想法 也设想过去经历一段不同的人生 错恶的约翰此时才从母亲的口中得知 其实母亲并不确定 自己当初和老爸结婚是否正确 恰好荣恩此时带着女儿们来看望外婆 失魂落魄的约翰便借记表示 自己要去小镇兜兜风 感到错乱的他联盟给雷贝卡打去了电话 表示自己这几天的感受并不太好 母亲要经历重大的手术 父亲经营着摇摇欲坠的公司 前女友的丈夫竟然是母亲的护士 而就在刚刚 母亲还亲口告诉他 他不是很确定自己当初是否应该嫁给父亲 听完这些的雷贝卡 还察觉到本已戒烟的男友又在抽烟 他对约翰的状态感到担忧 但忙于工作的他只能打到这里了 直到挂电话前 约翰都没有回应女友的我爱你 曾经的他每次不开心 就会借着湖边的橡胶胎挡秋间 随着他在水面上划过的轨迹 一切烦恼都可以飘散在风中 但已经长大成人的他 此刻却重重地落入了水中 所有对未来的不确定都浸食了他的衣着 或许母亲的迟疑里闪烁的正是不值得的爱情 或许父亲的狼狈里反映的正是没前景的工作 家人的印记反复刺激着约翰心中的隐忧 他真的能做好一名丈夫和父亲吗 他真的值得别人托付给他的爱吗 远走他乡的他 原本是想成为那个改变一切的人 可如今的他依旧无法承受别人的那份爱 依旧摆脱不了对自己的怀疑 他不敢向深爱的雷贝卡求婚 也无法送自己的作品去出版 同样被失望冲垮的还有大哥荣恩 原来他是偷偷地把孩子们带到外婆身边来的 苦心无果的时代戏终于找到了医院 面对荣恩复合的恳求 他再也不愿相信眼前这个喜怒无常的男人了 失忆的两兄弟还是一起聚到了医院里 手术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医生将会过来减药介绍一下情况 可这时的兄弟二人却互相揶揄了起来 在荣恩眼里 弟弟只是一个贪恋着大城市繁华 而漠视家人的不孝子 而在约翰眼里 仍住在父母家地下室的哥哥 才是那个总妒忌别人的人 荣恩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赞美别人 连赶来介绍的医生都被问得很尴尬 约翰见状不妙 连忙将大哥拉了出去 他今天还要应约去前女友家中吃饭 实在没功夫看哥哥出酒 不知该如何面对前任的约翰反复排练 可开门时遇见的却是之前的护士 准备好的鲜花也被丢在门外 前任家中刚刚诞生的婴儿 呼闹不止 他赶忙上前去逗孩子开心 但显然欢迎约翰到来的不时有孩子 前女友官这时也来到了约翰面前 他微笑着走进前男友 仅仅是几句寒暄之后 他就立马抓住约翰勇吻了起来 约翰虽然惊慌失措 但也并没有表现出太多抗拒 只是这时在厨房准备好晚餐的护士走了过来 两人赶紧装作谈书的样子 侵灭了刚刚复然的旧情 饭桌上的约翰这才得知 其实护士和官的孩子是意外怀孕得来 只是眼前这个貌似瘦小的男人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不安和恐惧 在得知官怀孕之后 他立刻选择了求婚 虽然明知约翰是在大城市工作的漫画家 但这位护士其实还是看不起约翰恐婚的行为 其实雷贝卡的家境充裕 他们并不需要太担心结婚生子 前提是约翰能证实自己 不给自己制造包袱 告别前任一家的约翰郁郁寡欢 终于给两天没联系的雷贝卡拨去了电话 可一直担心男友的他 却等来了奇奇怪怪的消息 比如他刚刚和前任的丈夫在一起吃饭 比如他还和前任发生了亲吻 虽然约翰这通电话的初衷 是为了让一直在城里的女友放心 但显然对雷贝卡而言一切都是事与愿违的 而现在十分缺乏安全感 心情复杂的约翰也只得跑去超市买酒消愁 正当他挂断电话时 却在一旁撇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原来走投无路的父亲已经来到超市打工筹钱 犹豫的父子俩相聚在深沉的夜色里 再也无需向小儿子隐瞒什么的父亲谈言 一切对他来说都太可怕了 并不是因为当前的经济压力 而是他活到了这个岁数 才发现自己是如此的忽视了家人 他不知道约翰还有过前女友 也没真正在意过妻子的身体状况 活到了如今的岁数 才知道自己年轻时应当做什么 约翰在老爸身旁一一听着 就像他几天前在母亲的病床前一样 终于明白了些什么 好在雷贝卡是一个十分果敢的人 也知道自己年轻时该去做什么 察觉到男友不对的他拖着身孕 人也赶到了约翰的家中 迷迷糊糊的约翰还为自己在做梦 赶紧抱住了劳累的雷贝卡 一旁的大哥荣恩披着母亲的浴巾洗出望外 却渐渐感觉到一丝孤独涌上心头 这两晚注定会是许多人的不眠夜 即将迎来手术的沙利难以入睡 他轻轻抚摸着身旁累坏了的丈夫 望着夜色若有所思 思念孩子的荣恩又开车来到了时代西家 他偷偷翻进窗户 拥抱起自己的两个女儿 此刻的他终于摆脱了那深深的孤独 第二天的太阳照常升起 雷贝卡清早剧烈的公缩反应 惊醒了二人 急匆匆地赶到医院后 二人得知此次还不是临盆 但很少陪雷贝卡检查的约翰 这才发现 女友怀着的其实是一对双宝胎 雷贝卡一直没有告诉自己的男友 是因为他知道约翰正经历着一段艰难的时刻 现在的生活状况 并不是这个励志出相关的男人所期盼的那样 约翰不确定自己是否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甚至连此时的约翰自己都承认 新生命的到来对他而言 只是多了两个对自己失望的人 听完男友这番话的雷贝卡泪如泉涌 他赶了八个小时的路过来 不是为了看约翰如此消沉的 他需要男友重新振作起来 可能约翰也感受到了女友目光中蕴含的力量 他赶紧起身安慰了眼前的准妈妈 此时的大哥也正经历着一番刺激 清晨催孩子上学的史黛西 发现了家中的不速之客 面对擅闯民宅的贤夫 这次的他直接选择了报警处理 当着孩子面被警察带走的荣恩懊悔不已 相邻的围观更使让他无地自容 前妻看来真的已经与他划清了边界 可此时的丹却在接到孩子们的电话后赶了过来 他将眼前这个伤心的父亲带下了警车 准备和荣恩好好聊一番 两个人之间的尖兵终于逐渐消融了起来 最终考验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由于是脑铺手术 沙利需要剪掉所有头发 一向暧昧的他实在难以接受 尽管约翰原本是打算来安慰母亲的 但沙利也敏锐地察觉到了小儿子的害怕 其实我们不用害怕 传道桥头自然指 事情到了眼前自然会有办法的 我们都会走到下一个阶段 不论是明天就要经历生命大考的我 还是将为人父的你 甚至彼此的母子眼含热泪 拥抱在了一起 既然理发在所难免 那就让深爱的人代劳吧 约翰从护士那里接过了电推 帮自己的母亲开辟着生命的通道 沙利望着静止前的自己 平静而又忧虑 暧昧得他再次涂上了那只口红 似乎这样还能让他看见熟悉的自己 直到吃饭之前 这抹明媚的红都将一直伴随着沙利 但明天就要上手术台了 术前要保持空腹 今晚的他只能稍微吃点鸡蛋和酸奶 不忍母亲受罪的约翰突然有了大胆的想法 他直接推着母亲的轮椅跑出了病房 躲避工作人员的二人甚至不小心闯入了产科病房 一路飞奔之下 二人终于上车去往了快餐店 母亲还是喜欢高热量的食物 母子二人可乐就着薯条 吃上了一顿开心的饭 心事重重的约翰问起母亲上次说过的那句话 你真的不确定自己是否该嫁给老爸吗 母亲思索再三 告诉约翰那只是自己一时的想法 早在他结婚的第一点 约翰的外婆就告诉了他 不要浪费任何时间在糟糕的事情上 而是要把时光留给那些美好的人和事 所以我和你们的父亲走到了现在 我们一起经历了美好的38年 话音未落 如恩和父亲都赶来了餐厅 虽然二人看着即将手术的沙利一时余色 但是爱着妻子的父亲还是上前赞美了爱人 约翰看着眼前和睦的二人 明白母亲并没有骗他 一家人开开心心地围坐在了一起 四个人面前都是沙利爱吃的冰淇淋 手术的日子还是到了 沙利深爱的人们又集聚在了一起 是该做一次暂时的告别了 一向老长的沙利依旧是房间里最淡定的人 不放心的他一一叮嘱起屋内的人 沙利知道雷贝卡一直把约翰照顾得很好 他十分感谢这位懂得关注他人的姑娘 婚戒不能带入手术室 沙利只好暂时让丈夫带起保管 稳别钱他告诉爱人 两位让人放心不下的儿子也需要叮嘱 他拥抱荣恩告诉这位长子 最后就是回乡后终于明白了一切的约翰 沙利拥抱了他的小儿子 但沙利其实也十分需要他的一家人 临行前的仪式结束了 医护人员已经准备好迎接病人 一向坐镇家中的女主人终于在这时崩溃了起来 如果可以 他根本不想遭遇吃饭病痛 也不想去做这场脑部手术 更不愿意离开他深爱的这一巫人 一向脆弱的父亲终于在此时站了出来 他带着孩子们唱起了那首沙利最爱的歌 陪伴了爱人38年的丈夫 目送着恢复平坚的沙利去往了手术台 正像歌词里所唱的那样 我越少纠结于人生的答案 就越接近生活的真相 过去和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让我们苦恼不已 但只要我们坦然面对一切 一切都会有答案的 歌声伴随着平静的沙利进入了手术室 手术灯下的沙利被戴上了麻醉面罩 他终于要揭开自己人生的谜底了 在手术室外交集等待的人们 也开始解开彼此的心结 约翰一边告诉荣恩 父亲已经重新接纳了他这位大儿子 你可以回家做公司上班了 只是一时没有薪水 同时的又一边找到父亲 表示荣恩十分想回到公司上班 一时没有收入也没问题 善一的谎言重新连接起了存有嫌隙的父子 医生也在这时带来了好消息 手术非常成功 稍许恢复后就能接受正常谈试了 获拉一家欣喜若狂 望着尚未苏醒的沙利 父亲选择让孩子们都好好休息 今晚还是让自己先留下 又是一个深夜 苏醒的沙利叫醒了疲惫的丈夫 在得知手术十分成功后 夫妻俩都松了一口气 可还没等二人高兴一番 刚刚恢复意识的沙利再度昏迷了过去 心电显示气善的折线 渐渐归零 望着再度沉睡的妻子和鱼冠而入的急救人员 年迈的父亲再度陷入了惶恐之中 直到第二天 后来一家人都无法接受 沙利真的已经离开的现实 沉浸在悲痛中的老父亲 孤单地坐在房间内 他还没能从沙利的逝世中走出来 这时门外的敲门声警醒了他 原来是那位病房的护士 沙利生前曾经留下绝笔信 托给护士 希望能转交给丈夫 如愿拿到妻子绝笔信的老人 翻看着爱人的自己 心里的内容其实也很简单 看到妻子叮嘱的老人 再也止不住泪水 可正当这时 又一阵敲门声传来 还是刚才的那位护士 原来妻子的信还有第二封 是他早就准备好 在第一封发出后交出的 原本还在哭泣的老人 看完第二封信 顿时破提微笑 原来这信上写着的内容 正是让丈夫别再哭泣了 毕竟你还要给我准备葬礼呢 接受现实的父子三人 又集聚在了一起 父亲不顾儿子们的意见 坚持要给爱人最名贵的受灾 正当众人还在担心费用时 却被告知葬礼的一切该知 都已被爱心人士结晶 父亲和荣恩顿时疑惑了起来 他们根本不认识什么爱心人士 只有一旁的约翰默默点起了头 他走出了教堂 静止来到了雷贝卡的身前 爱心人士除了自己的女友 还会是谁呢 只是雷贝卡和母亲都说得很对 他不需要担心将来会发生什么 事情到了眼前一定会被解决的 他只需要振作起来 问清楚一切的约翰单膝跪地 雷贝卡 嫁给我吧 现在就嫁给我 他们驱车来到了母亲生前最爱的湖边 在牧师丹和兄长荣恩的见证下 正式结尾了夫妻 盛大的葬礼如期而至 许多人都来送别善良的母亲 上台至此的约翰想起了母亲的话 但还没等他说完 雷贝卡就在台下疼了起来 这回可不是演习了 雷贝卡和约翰的孩子就要降生了 可众人才刚刚到达大哥的车上 如人才反应过来他还没有把车修好 唯一的选择就是再送母亲受财过来的殡仪车了 就这样原本预示着告别的黑车 把即将到来的新生命护送去了医院 像当初推着母亲一样 约翰推着轮椅上的雷贝卡奔向了产事 一家人告别了过去 即将迎接新的未来 留在原地的父子二人也深深拥抱了起来 奔跑的夫妻俩穿过长长的走廊 终于来到了产房前 等候已久的护士见状上前询问 这位是霍拉太太吗 约翰和雷贝卡听完一愣 都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是啊 这位就是霍拉太太 全片完 霍拉一家是2016年 上映于美国的家庭电影 影片中的霍拉一家人 不论是还没准备好做父亲的约翰 还是已然婚姻失败的荣恩 不论是准备东山再起的父亲 还是已经走完人生历程的霍拉太太 他们都面临着各自的新阶段 也难以告别过去熟悉的时光 约翰想一直爱着雷贝卡和他的家人们 可也无法承受成为父亲后的种种未知 少年时的抱负在过去拉折 理想和现实的落沙 更是带来了难以承受之重 大哥荣恩明明想延续过往的幸福生活 可中年困顿的他 也无法接受自己才是那个家庭的破坏者 面对既定的事实 他又一度无法接受新的生活 这才闹出了一次次笑话 父亲和母亲是一家人里最年长的 看似沉稳而又经历丰富的他们 即使也一度困于生活的桎梏 父亲一直忙于事业 常常忽视家人 但引以为傲的公司也跌落谷底 霍拉太太虽然一直是一家人的主辛苦 但人生的终结也是她从未经历过的 她也舍不得过去一直陪伴她的家人们 但正像沙利自己说的那样 传道桥头自然指 事情到最后总会迎来解决的 面对那些未知的新阶段 我们只要尽力把宝贵的时间 放在自己之爱的人和世上 那些糟糕和痛苦 不应该占据生活太多的部分 就像父亲对事业的执念 就像他和容人之间的隔阂 就像约翰对未来生活的恐惧一样 这些都不应该占据我们生活的主流 还是好好把时间留给值得的人和事吧 这样才会结束所有无谓的争吵 变回那幸福美满的一家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看完电影的你 也曾一度畏惧人生的新阶段 也遇到过人生里那些糟糕事物的纠缠 或者还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讲讲你的故事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了